說到昨晚利物浦的賽後評 首先我真的很想問一問大家 對於這場賽事有什麼觀感呢? 你又覺得利物浦球迷滿不滿意呢? 如果站在獲三分的立場 利物浦球迷當然會滿意 但站在組織的角度來看 如果客觀一點的話 其實一定是百分之一百不滿意的 不過今季我都習慣了 要幫高普解釋一下 總之每次高普用了一個 不是最好的作戰方法 進攻方法的時候 我都是要幫他想想 究竟他有什麼苦衷 甚至乎是要再放鬆些 直接幫到他 說到是另類的運籌違約 高普很可能是一個 我們都沒辦法理解的另類高手 究竟今天是有苦衷 還是另類高手呢? 首先我講一些事實給大家知道 就是今天的沙拿是翻進了中路 這個我已經很理解了 我之前都講過 條路很容易抓的 總之賽事是關鍵的話 沙拿會拉回右邊去拼命 會繼續提供拉邊衝刺 和靈感上升的功能 但是如果賽事是普通通通的話 對手不是太強的話 這個沙拿會回到中間那裡 保留實力 保存體能 保持健康 不要衝刺 不要觸傷 就是肩膀的舊環 這裏我完全明白了 已經不是苦衷那麼簡單 是另類的運籌違約 都講過了 但是 今天又出現了另一件事 也是令到我勾頭的 就是連這個文尼 文尼 都入了中間 但是文尼在中間 是不懂得跟你做個支點的 你斬高波給他嗎 他也不會升起跟你跳起來 爭第一點頂波 而最嚴重的就是 搞到全場面對密集的時候 都是沒有人拉兩邊 就連文尼的左邊都沒有拉起來 全場是老鼠拉龜的 上個月我們就見過 文尼拉左邊都會提供到一些 綠葉插入的服務 但是今天 高波就主動放棄這一招 令到文尼完全變了 沒有用 那又怎樣去解釋 是苦衝 還是另類高手呢 如果是苦衝的話 我唯有就是說 原來文尼有些傷 或者 或者沒有傷 或者文尼這個左邊的位置 都是沒有替補的 沒有替補球員的 沒有後備左翼的 所以文尼就不傷得的 很珍貴的 又好像沙拉那樣 關鍵的賽事才讓他回到左邊 普通賽事進入中間 不要搏了 沒有表現 沒有所謂 最重要不要受傷 那這樣去解釋 大家覺得怎樣呢 其實是有點牽強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不如今場賽事就不要出文尼或沙拉 剩下一個 輪流打 為什麼這一場賽事 對著普通的對手 白禮頓 精銳進出 但是今天 為什麼呢 所以苦衝的角度 就講不通的 其實白禮頓都不弱 所以其實高普 都是出盡精英法寶 但是為什麼又會這樣 這樣的戰術 這樣擺位呢 咦 如果不是苦衝的話 難道是另類高手之作 高普真是一個我們無法理解的另類高手 難道他真是可以高手到 可以做到我以下所說的事 難道高普真是知道 白禮頓一定不會全場九十分鐘都死守 今場賽事由一分鐘開始打到四十五分鐘 整個上半場來說白禮頓都是在這裡死守 死都不想去的 難道高普見到這樣 都真是高手到完全沒有擔心過 老定到繼續可以不用拉邊 繼續不破密閘 繼續保存體能 繼續避免受傷 難道高普真是高手到會知道 一路只要等下去的話 白禮頓總是會有一天做高位壓迫迫迫出去 那麼利物浦就可以打個快攻 那麼球員就可以在中間好著數 因為打快攻反擊 入中路才是最有威脅的 那樣呢 事實又真是這樣的樣子 白禮頓下半場 一開球就壓了出去 for five minutes for five minutes for five minutes 那麼這個利物浦就終於有five minutes 就去不用面對密集 有五分鐘不用面對密集 很珍貴啦 那麼這裡在這一刻來講 就被利物浦可以罕見 打倒個快攻 那麼這個沙拿才可以罕見 入浦禁他 但是其實呢 當時白禮頓的對手呢 都是翻過來的啦 所以呢 這個沙拿都是要在偏右的位置 不可以寧敢上身 但是都是未夠的 還要靠著呢 就是對手魯莽 沒有做二人夾擊 沒有做得寶 搞到呢 就是這個哥斯對著這個沙拿的時候 單對單不夠沙拿抽 好驚 好驚 OK 好驚 然後呢 就是被迫犯規 輸個十二碼給利物浦 利物浦呢 才可以零線 那利物浦領先了之後呢 白禮頓又回回去死守 好像輸球都無所謂那樣的 那跟著呢 那利物浦呢 又老鼠拉貴 跟著利物浦呢 就是憑藉著這個十二碼 贏了場賽事 那我呢 就是想問一下啦 高普呢 是不是真的高手到會知道到呢 白禮頓下半場一開頭 就是會押出去 for five minutes呢 是不是真的高手到會知道 對手會老莽 不去做二人夾擊呢 是不是真的高手到會知道 哥斯會好驚會犯規 會輸十二碼給利物浦呢 是不是真的高手到會知道 白禮頓輸球都無所謂 不會跟他們拼命呢 是不是真的高手到會知道 下半場一開球 五分鐘就能夠入球 跟著一球就夠了 大數呢 當然啦 利物浦球迷可以說今天省水省力 又拿三分 這樣才是最著數的嘛 但是對方突然之間 有五分鐘壓迫被利物浦打反擊 和對方在禁區裡犯規這些東西呢 是利物浦自己都控制不到的東西來的嘛 那無可避免地呢 又是要歸納入去運氣那一部分那裡的啦 那高普是不是真的高手到可以知道自己有多少運氣的呢 那看完長波之後呢 我是不是要開始相信高普是一個未預先知的世外高人呢 那如果真的這樣的話呢 那看來高普呢 輸給萬城都是高普自己的計劃之中來的 故意輸給萬城 讓萬城以為英超還有一鬥 跟著呢 就會出力去打英超呢 萬城 那分駁了呢 就是萬城打歐聯的精神 最後利物浦助收二人之利 高普拿了歐聯冠軍 是不是這樣樣的呢 那如果他能夠控制到這樣樣的程度 這樣樣的水平的話呢 也就是說高普前幾年呢 拿不到冠軍都是故意的了 故意呢 就是不拿幾年的英超 等著球迷更加期待 那來到今季才一拿 更加激動 更加感動 是不是這樣樣的呢 那就是說呢 我只能夠說就是 如果今天白禮頓 真的一路留在後面 留到尾 死都不押出去 連五分鐘都不押出去的話呢 高普的利物浦 是不會得到一個這麼罕見的快工機會 也都不可能得到一個十二碼 那其實白禮頓今天呢 似乎是想一人拿一分的 那白禮頓是中游來的 那拿一分來講呢 沒什麼所謂啦 那但是利物浦呢 現在是欠冠軍的嘛 如果拿一分就很大問題了 那其實對方今天呢 都沒有什麼反擊意欲啦 上半場呢 還要是沒有超級連結人 洛卡特 那利物浦呢 是只要真是呢 四二三一拉完兩邊 甚至只是叫文尼拉左邊 只要再加上呢 就是白禮頓沒有反擊九手必失的話 根據足球理論呢 那利物浦也在上半場拉開紀錄 其實不難的 那早點進到兩球 不是更加穩陣嗎 一路 這次 只有一球球呢 就是定住 那又搞到呢 不敢早點呢 就是換走那些主力 那些主力其實都沒有機會休息的 那如果整天都是計到這麼盡的話呢 是好鬼牙煙的 那今季要爭冠軍嘛 那但是出一次事呢 就足以什麼仇都沒有得報的 況且今季呢 其實都曾經試過呢 就是進攻上面的戰術出了問題 或者叫做不拉邊而出過事的了 那只不過呢 就是 並非在英超場那裏出早事的而已 那就是這個歐聯那裏出過事啦 歐聯那裏輸過給紅星隊嘛 那我真是呢 不希望利物浦會發生什麼事意外啦 我真是希望呢 就是利物浦可以有霸氣這樣 去拿今季英超冠軍啦 那為什麼霸氣這麼重要呢 是因為霸氣呢 就等於穩陣 而穩陣呢 就等於低風險 而低風險呢 就等於大機會取勝 那大機會取勝呢 就等於冠軍 那希望呢 就是高普可以盡快 做到一些事呢 可以回答我們的問題 或者啦 他真的可以 證明到 他高手成這樣 那到時我們才相信呢 就是高普 真是一個呢 就是超級另類的 世外高人 好啊 來到這裏呢 大家其實都是世外高人 因為大家只要呢 就是出招 按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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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廣告市場出來 播放廣告 他這樣的話呢 就經意可以令到小弟有少少的收入 有個尊嚴地去生活下去 以及繼續堅持每天免費為大家出到片啊 那希望呢 那麽多在世外高人呢 幫幫手啦 不要鬆懈就可以了 那小弟當然感激不盡啦 那麽另外記得呢 要訂閱那麽頻道啦 按鈴鐺啊 那麽就可以呢 接收回小弟的新片通知 那麽電腦朋友 還有呢 手機朋友都會有廣告 見得到 那先講呢 就是手機朋友 那手機朋友們呢 記得留意呢 就是片的下面 一定會有呢 就是固定的廣告字眼地方 那麽記得呢 就是按下去 按下去 那些廣告市場出來 那麽電腦那邊的朋友們呢 記得要關掉一個檔廣告程式 那麽跟著會見到呢 就是電腦片的裏邊有Banner廣告 片的右邊有些廣告 記得呢 就要按下去彈一些廣告市場出來 那麽就可以幫到手 那麽無論手機還是電腦都好 Youtube都會時不時的 片在最前或最後插入廣告片 那麽除了播完廣告片之外呢 還可以在廣告片的裏邊 找廣告link 按下去 例如電腦的話 廣告link會在廣告片的組合 各手機的話 廣告link會在廣告片的 由常角的 那麽我們呢 就明天再見 拜拜